按太快 我們今天先講好了 沒關係 好好好 下一輪 下一輪還可以再講一下 我們再把它講一講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沒忘記 畢竟我也喜歡對戰的音樂 沒有音樂其實 欸 超乾耶 所以大家一出去之後 出動 出動這個東西很重要 出動之後 因為4K的射程機場 我先幫自己這樣子 鋪了一線地板之後 第一個我會做的地方 是跳這個 我先幫大家可以 塔的主要的這兩個 這個位置先出起來 然後再來是 狙擊 因為可以夠到 瑞塔現在 剛剛站的這個地方 你看瑞塔這個地方 我是可以打得到的 真的假的喔 你看喔 那個瑞塔你幫我 你幫我站在那個エリ亞裡面 你幫我站在那個エリ亞 エリ亞中間 站 可以 可以再站 站我家的エリ亞 欸欸欸 對對對就是那個位置 哇 真的 超長欸 位置是可以完全打得到的 哇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地圖 哇塞 哇塞 正中央欸 我完全打到正中央 我完全打到正中央 最理所當然的 這個站位 也可以打到對方的エリ亞 我看一下 所以你看我已經把對方 欸真的欸 欸真的欸 他的地板已經先塗起來了 欸真的欸 沒錯 那4K這個站位 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的點 因為我可以顧這個位置 就是有人在那個切角的話 因為有些人要躲4K 他們會想要躲在那個地方 有些人會站在這個切角 所以像是什麼螃蟹真槍 然後他們想開 所以塔再幫我站過去一點點 再幫我站右邊 再幫我站左邊 他的左邊喔 再幫我站左邊 你的右邊一點點 再幫我站你的右邊 右邊 你的右邊 他應該會等3秒 他也有3秒延遲 對對對 再右邊一點點 對對對沒錯 所以這個地方 他掉下來了 不要掉下去 你說那個靈犀那裡 上面是不是 對靈犀那裡 那個跳下去的位置 對對對 所以他站在那個地方的話 你看我這個地方 這樣跳起來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踢到 但是 站在那個地方的話 瑞塔再幫我站右邊一點點 欸 站在那個高台的角落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我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這樣跳起來 到 這個角度沒撞 欸不要先 不是不用站那個高台 不用站那個高台 是我現在打的那個位置 對對對後面後面 不是鐵網啦 不是鐵網 不是鐵網 是塗墨的 你的右手邊 有塗墨的那個高台 的最角落 對 那個角落的地方 你站過去 對 這個地方 喔 喔 喔 欸那吃的很遠欸 站位點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 這個位置這樣打不到 第二個就是 這個位置這樣打不到 所以你可以 你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看這兩個 當然你也會知道 對方也會想要這樣 沒錯沒錯沒錯 你跳起來的時候 你的頭瞬間露出來的話 就會被帶走了 欸那 那 那等於其實 基本上對面有4K 如果又是高手的話 其實 這個平面 基本上不太能 隨便露頭遊走欸 你都真的要走 中間下面或貼牆欸 就裡面啊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那貼右側的話 你這個站位點很長 可是大部分你要知道 有件事情 你的隊友是不可以相信的 欸當然啦 這是當然 這是絕對的啊 沒錯沒錯 欸應該這樣講 你的隊友不能全信 好不好 對你的隊友不能全信 不能全信不能全信 當今天這種狀況出現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們這邊 講而說 今天換成是我們的進攻位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站在這個地方 跟別人開局 絕對就是給別人的狙擊啊 隔靈啊 給人家的 什麼噴射背包啊 終極發射就是一個 欸 那個打法練習 喔真的 因為這裡你真的變火把欸 你站上去就是火把欸 沒錯 所以通常我們可能就會站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G的時候 像瑞塔在那個 像瑞塔現在在那個線的位置 可以這樣可以跳起來 喔 對不對 瑞塔你站在那個 我斜對角 我現在斜對角的這塊那個方塊 你的左前 你的左前 左前高台 對對對對對 你跳出來了 剛剛那個 剛剛跳出來的那個左前 欸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對 然後你站在那個 欸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 只摟一顆頭 只摟一顆頭就好 只摟一顆頭就好 喔那你走回去走回去 往回走往回走 只摟出一顆頭 走個 欸不是 往下 往下 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 你走這樣 你走像這樣 就是像我現在這個樣 我摟半顆頭出來這樣就好 然後幫我走到另外一頭 在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的 所以今天任何 只要有人像這樣子 只要摟一半顆頭出來 好 最重量的 sitting 對 3 對 有些人會在地雷 對對對對對 沒錯 我上個地方上來 我這個地雷 其實我這個地雷差不好 應該說地雷要差這個位置 你要差他一上來 然後就炸的那個位置對不對 對 差這個位置就比較好 因為大部分的人不太會想要 大部分的人不會從這個地方 因為從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一直狙擊站在這邊 你移上來馬上帶走 阿我不就這樣子 沒錯沒錯 這樣抄上去 然後放你一下 所以 所以這個 你看跟大家分享喔 不要從高的地方上來 不要從高的地方上來 對 我們我們再開那個 可以可以 我開三步模式 阿 我知道 我知道有一個方法 那個 還是在我那邊 我叫瑞塔來語音 這樣比較好操控他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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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 張宇四排 我把瑞塔邀過來好了 也可以也可以 我們瑞塔的那個給你 邀請其他 欸等一下 我直接我直接 對 你給我一個那個好了 對 你給我一個那個好了 我直接 看一下喔 好 我直接給你那個連結 你給我 你給我 我切在 我切在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切在這邊給你 Here you go Here we go 麻煩瑞塔姐姐 聽到請回答 請相加 來 瑞塔 瑞塔連把都當不好 哇 瑞莉怎麼敢講這種話 來 瑞塔馬上禁語音 罵瑞 罵瑞 瑞 罵瑞 瑞 歡迎小鯊魚 瑞塔出現了 欸 那他 你是不是要給他身份組 他才可以看到那個魚 瑞塔 請進 來來來來 有了 可以了 歡迎進 安安你好 來了來了啦 來了來了啦 我剛剛想說 我就三秒延遲 你以為那兩個 沒有急啊 我知道你三秒延遲 我知道你三秒延遲 我知道啊 好 我想說不急不急 我知道VC想要叫我去哪裡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啊 但是你 你就犯兩次錯 所以我就覺得欸 怎麼會這樣 瑞塔已經是成熟的把你站好 成熟的把 我已經是成熟的花枝了 瑞莉叫你罵她啦 她說你連把都當不好 我連把都當不好 瑞莉 瑞 我那天才跟瑞莉講說 叫她就是 就是叫她去跟你去前面讓 我就看看她當把有多好 哈哈哈哈 好 來來來 我現在看成 我們先看到她的那個東西裡面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說 剛剛狙擊出動 千萬不要就是直接出動 因為其實這裡感覺其實壓制很快 但其實像左右邊這兩邊的牆壁 都沒有突起來 其實我覺得對 就是根據一般一方面是 第一個我是Tico塔的粉絲 然後再來是我認為 幾場打下來之後 有沒有先把這邊牆壁突起來的出動 是非常難 哪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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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牆哪邊牆 就是這個 你現在看到我的 我剛剛說狙擊可以用槍把 對對對 這兩個牆壁 或者說再圖裡面一點點 這兩個地方 對那個你的偷襲的玩家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說如果你看到還沒塗 你就不會走剛剛那個地方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 我出動 狙擊玩家有些時候出動為了強快 對 對對對 會走這裡 對對對 然後可能盡力啊 之後像這樣子上來之後 嘿嘿嘿 或者是就想辦法直接先卡這邊這些位置 可是其實 如果這 可是像我剛剛出動是 像我剛剛出動是這樣 出動是這樣子上來之後 幫自己塗一點 然後像這樣子把這個area 直接這樣塗下來 對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 蹦 蹦 然後躲在這個牆壁 嗯 我我我Rata你是要謀殺我 哈哈哈 他給你一點實戰壓力 給你一點實戰壓力 我想看看知道這邊會不會 那個牽制狙擊啊 對啊可以啊 可是你看像我這樣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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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跳跳躍這種一瞬間 哇這不能 這完全不能挑釁狙擊 真的不能跳欸 真的不能 因為你挑起來這真的是火把 而且面積還變很大 對啊 可是如果狙擊在那邊真的很煩欸 那變成只能 為什麼狙擊在防守位的時候 幫隊友打開那個位置很重要 可是其實也變成是 如果狙擊的隊友沒有hold住的話 他就變超難打開欸 對沒錯 因為我大部分打開的情況 我先回到家裡 我就給大家看 大部分我被到打開情況下 就變成什麼樣 像很多人開場 開場你要下去打 這張圖他要好一件事情 是敵人比較下 沒有辦法進來 進不來 可是他這樣下來之後 通通常狙擊這樣下來之後 我就一直在玩 反而不走常規的路線 沒這樣子 然後就趕快上來到這邊 然後從這個地方看 因為敵人像是這個後角度 打開這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敵人像是這個後角度 欸 然後像是這個牆角 像這個我現在看到這個牆角後面 我也可以 像這樣逼一槍 對不對 然後 這樣跳出去 然後 再補一槍在這個位置上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看那個 VC老師在坐的這個位置 他就是 在講說 他 因為那裡淺而易見 連我都會想說 那我應該會躲在那吧 就是你會想要躲在哪的位置 他會知道 嗯 那 你看喔 像這樣子把人從這邊逼退之後 或者他死掉後幹嘛的話 他 就算你沒有打到他被逼退 就在想辦法要 像 像往往這邊這樣 對對對對對 那你往往這邊逃之後 就是你上面現在 站的隊友 或者是你這邊站的隊友 他就會知道 這裡有人 哦 所以其實具體他在做的事情 是要幫隊友 把一方面也要 限制走位之後 也要能夠幫別人 把敵人打 哦 幫助你的隊友 讓他 知道說 譬如說 就是你急不急殺死一會 是另外一個就是協助隊友 讓他說 欸這裡有人 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 再來另外一個打開位 就是 我們都知道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敵人還沒有完全壓進來的話 你最強的打開位就是這邊 因為 這邊有一道玻璃牆 你是可以看到有沒有人過來的 哦 對 哪裡啊 前面啊前面 這個這個這個 哦這個嗎 對對對就是那個 看到這個玻璃牆 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什麼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哦 哈哈哈哈 可是呢 G級槍因為躲在 G級槍有一招 聲法就是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線是 射在外面 可是我沒有那個 啊我看不到欸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Rita Rita你幫我站在 你幫我站在這個地方 你幫我剛好站在這個地方 你剛好幫我在這邊 這邊 好然後我先回家 我沒有看到線欸 對 不是喔 那個一般來講 你沒有看到線吧 對不對 剛剛看不到啊 剛剛看不到線 現在你看得到線吧 現在看得到線啊 現在看得到線 現在站在這個位置上 因為 大部分因為G級是右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一招是 身體只有露出了一點點 可是線藏在外面 所以我等於說這個位置 可以像這樣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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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拿在右手啦 對我是拿在右手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知道 假如說我 外面顯示的 看到Rita那個地方 她走進來 然後我只要放槍 就可以打死她 哦 對 但是因為這邊其實就已經 剛好是4K的極限射程 所以我覺得這張地圖 這樣這個點 設計還蠻差的 哈哈也沒有啦 不給你啊 不給你射啊 哈哈哈 就是還蠻讓 還蠻讓敵人就是吃香的在 欸這樣子算極限 哦 這樣子是極限 怎麼好像沒有很遠啊 對沒錯沒錯 可是如果這是近4K 那就不一樣喔 近4K Rita在那邊就會死掉了 哦 所以近4K 其實這個點也蠻重要的 因為 下一次我站這個位置也可以 像 哦 這樣子吧 真的狙擊都會這樣打那個角欸 對 然後還有 還有像 還有像這個地方其實 我在前面一點 是可以幫隊友把這個條線突起來的 哦 對 那個地方突起來的話 其實隊友就已經多一條路可以上去 對對對 那很方便那條路其實 對 還有再來是 有些時候 我們狙擊不會就是只有 單純這樣看一個視角 有些時候我會像這樣子 嗯 等一下 狙擊穿牆了 你穿牆了 你看到我的那個 牆了 你看他的那個 對那個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VC不要動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瑞塔 欸真的欸 真的欸 真的欸 真的欸真的 破圖了啦 對啊破圖了啦 沒關係沒關係 但是 但是 其實這個官方刻意 本來就是有這樣的設計 真的假的喔 那我覺得他也沒關係 對 這個小 這就是我們狙擊說的小猩猩 對 狙擊的小猩猩 其實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些東西在哪邊 哦原來 那狙擊有些時候會像這樣子調 然後像這樣 像這樣調 其實這也是一種騙槍 而且這樣看也是 在看敵人的 角度是怎麼樣 反應吧 對 我有可能可以像這樣子轉過來 我也可以像這樣 那假如說瑞塔在那個地方 我今天可以不用像這樣 我今天可以不一定要像 這樣子斜線打他 可以這樣打 哦下去跳出來 我跳往前跳 跳出來 對對對 我可以往前跳出來 最近其實你還是有很多 方法 特別是說現在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魷魚翻滾 哇 哇那這個欸這個真的是欸 因為 大家也都會習慣就是 我知道你會跳出來 可是如果你再加一個翻滾的話 就是要擊中你的難度就會增加了 對那個就增加了 對 所以這個是主要家裡的 打開方法啦 因為 剩下就沒轍了 對因為他畢竟他的圖 就是這個樣子 對因為你防守的時候 你不太可能 你防守的時候為了走這個行程 就是你看我 這裡超危險欸 一定會有人在這裡啊 因為人家打架其實 風險還是很高的 確實 因為別人飯團什麼東西都丟得到 沒錯沒錯 所以通常我 這個地方可能就 我通常這個地方可能就 除非打出去了吧 我最多有可能就是 最多有可能就是在 手後面一點點然後躲在牆角 然後幫隊友看這裡面有沒有 不然 通常這邊就是4K 來我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通常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位置很危險 因為 一般來講假如說 今天4K站到高角度 他可以壓槍的話 你看我4K這個位置可以打 哇 根本就看光光啦 喔 剛剛 那個Rita Rita回家好了 Rita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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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去 我直接去 那個站高位一點 對你在家裡 你在家裡的 那個 我在家裡等 脖子洗乾淨了啦 那你要在那個嗎 他要在 他要在狙擊的那個位置嗎 那就是在剛剛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戰身 你就戰身一點點 對 你可以再站出來一點 對你要站到看得到的地方 右手邊 嘿嘿嘿 你要再靠後面一點 後面一點 到斜坡下面一些些 對到斜坡下面一些些 對 這邊都可以 對這樣可以 所以假如說你看我這樣看得到你的頭 對 我這樣看到你的頭 我這樣看到你的頭 哎呀 哇 太遠了吧 而且他只露一顆頭而已耶 所以這個是 完完全全 你看那個狙擊的深度 哇塞 而且你的那個整個墨 整個寬度也太 喔 加上他爆炸啦 沒錯沒錯 加上他爆炸 所以如果我今天狙擊槍 躲在這個位置 他只要往前 真的耶 他其實只要往前跳出來 你根本就 他就被爆炸死了 其實這個對斜坡上面來講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哇哇哇哇 從而言來講 真的耶 所以其實他應該說 這個圖 狙擊 不是大好是大壞嗎 是不是 其實真的不是大好是大壞 因為 你看我這個地方 視野實在是太好 對 但是你要是 上不到這個地方 那你就很難打了 對 而且還 我先放一個地雷在這邊 然後第二顆地雷 我放在那個 我第二顆地雷 就會放在Area的邊 欸對對對 他們會想上來這樣 欸我很常上這裡 然後吃到 對啊 因為你上來你就會吃到地雷 上來吃到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像這樣直接戳 對對對 他可能戳一下 你看為什麼這個站位很強 這個站位這樣子 喔 你那個掩體 基本上就是 自家的掩體 變成敵人的 那個了 就是可以直接在這邊這樣 就是這樣 微調之後 像這樣跳起來 就可以打到人 就可以打到你的頭了 對 那這個地方你看 也是一覽無遺 你不太有可能 這個時候距離在這個位置的話 不太可能會有人想要再去站 我現在看的那個地方 這不太可能 對 確實確實 欸真的欸 再來是 我們的那個 橫切線 橫切線 因為很多人會想要站在這個切點 沒錯 超多人 超多人 或是說 我就往橫移 這樣跳起來 頭露出來就可以打了 我就是這樣子橫移 我剛剛那個沒有做好 可是我這樣 對這個位置 比較需要再跳高一點 對要跳高一點 然後 這樣打 也是OK 所以他其實變成是說 這一張圖 防守真的是 相對講弱勢阿 是啊 然後你看 還有再來 我這個站點 我這個站點 你看我這邊有一個斜角 一米一米 我看到那個 有有有有 這樣也是可以直接這樣 穿出去打到 哇哇哇哇 好小喔 所以看到 我可以從外面看到那邊有人過來的時候 我就是我狙擊線在這個站位點 然後我看到那邊有人這樣站位要過來的時候 我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切 就是你 都可以你打人 然後你還被防住 你還有得防的那種感覺 對我還有得防 OK 那再來就是 聲納這個要怎麼丟 對聲納 Tico Tico他有分享幾個 第一個聲納丟的位置就是 我現在落下去的地方 這是其中一個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抓任何想要從這邊抽進來 沒錯沒錯 然後掩體保護聲納 對 第二個是 有些時候就會丟到這個位置那邊 因為 聲納會沿著牆壁上去去 去那個 對對對 在牆上的 但是最強的都不是這兩個 最強的是這個 這個丟起來就有點技巧 這個就是他說的 這個我沒有丟好 喔你說丟在那個牆上喔 丟在這個牆上的位置 對丟在那個牆上的位置 它延伸出去之後 第一個 它的波形極限就剛好 就剛好開在這個牆上 然後 它波形可以延伸到這裡 哦 沒錯 哇哇哇 Tico他還有就是 我們自己實戰之後分享的幾個 比較明顯 然後再來是我自己的私後 就是我覺得有幾個打點也是 不一定有些人會 那個 發聲嗎 譬如說這個比較極限 像是我狙擊槍這樣子的時候 我狙擊槍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這樣切線過來 轉身 就可以直接這樣打死了 喔我有遇過這種 就是你想爬牆盡 但是其實狙擊已經在這個位置在看你了 對就是我這樣看的時候 我發現我看到這邊有人 然後他在爬牆對不對 我只要沿著現在看到我這條切線 然後這樣子轉身過來 這樣跳起來打就可以打死了 只要他還沒有滑上來之前的時候 這樣沿著切線這樣子 來瑞塔爬牆 爬牆 那個切線 喔因為那個水波 因為那個水波很明顯 就有機會可以這樣直接打死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那就算我沒有打到他 他也會被那個 嚇死了吧 對他的行動就會改變 我一定會就下去了 他跑到我這個下面的時候我就可以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掐 然後趕快回到這個線上 喔 喔 哈哈 喔真的欸 然後我就要趕快再跑了 我們這邊有這個粉絲問說 想知道VCL是靈敏度調多少 4K 我目前4K是用- 我目前4K無盡 這是無盡 無盡是-2跟2的蘑菇頭 -2跟正2的蘑菇頭 好負二體感 對 負二的關係是因為那個 對我來講我覺得他甩動的不夠 然後再加上 我手握住的安定度也還夠 所以這個負二就是我 負二就是我目前暫且用 可以參考啦 因為每個人體感感覺 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有一些不一樣 搞不好有些時候 搞不好到某個未來時間點 我還會再調得更慢 因為現在你看就是我們抓那個 你看我們4K已經不是用就是 像這個是大家常犯的錯誤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我都不是在 我都不是在那個 我都不是去卡一些位置在打槍 而是比較像是 我看到人了 然後那邊有人欸 對對對對對對對 這個超常超常 就是站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去打人 他看到人之後 他就是 我看到這邊有人欸 對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 他就把自己 架到那個不好的對槍環境 萬一像瑞塔那個時候 已經傷到中上去了 你狙擊自己放到 狙擊發現你炮槍 或者是你沒打到 然後就掰了 我就去追狙擊了 他剛潛門在這個地方 他狙擊跳下來 他就是把Elia堵一堵 然後再來殺你 再去找你 然後我狙擊這個時候想說 啊靠我要趕快回去 結果你看我這樣有強的時候 他就剛好 哦 真的欸 那你這樣子走位錯 你就被被破強迫 要像這樣子 哦 所以其實 你說 站在一個位置去看敵人在哪 你不如卡好的位置 對 你卡也不一定是這樣子 而是說你在卡的時候有些過程 那 我舉例這樣子講好 瑞塔 假如你今天是 要來殺我的人 然後 我給大家看一下假如我看到瑞塔 從他家出來的時候 我們狙擊可能 觀察的視角跟角度在做這個事情 好瑞塔回家 好 試一次 然後 我覺得我 差不多了 我們等一下要去團練了 好 沒問題沒問題 等一下啦人家沒準備好你殺上來 好 還沒有還沒有 好好那我再回去 沒關係 因為其實這樣子狀況也比較好 假如說 我先 我先 假如說我現在有ADR 好他現在是優勢啦 好你可以 他正常進攻嗎 對 是嗎 不正常嗎 他正常進攻嗎 對 好來 OK好 假如說這樣子 這樣發生的時候 所以就是那個變成他的路線的那個點 是 變成說以你4K來講 那個就是 你 正常預判的 那個位置 再看啦 你就盯那個位置了啦 好可怕喔 因為我看著他的時候 對不對 我看著他的時候 哇 天啊你在哪裡 對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VC想要說的就是 你不能讓人家知道 啊狙擊都在那個位置啊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狙擊在哪個位置 為什麼他在這個位置 可以打到你 這個 因為以前他有跟我說就是 狙擊 你大概待個幾秒 你就要換位置 你不能讓人家知道你在哪裡 對 那我今天來做一個 比較明顯的錯誤示範 那個 Rita你在幫我從 剛剛那個地方 游過來走過來 就是 正常路線 走上的寬路線 這樣子過來 對 走下面這個寬路線過來 大家有些時候玩狙擊 會想要做的事情是這種 就是 看到有人過來 看到有人過來之後 他就會想像這樣跟槍 然後像這樣 去跟人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樣開始跟人之後 你的背啊 你的東西 你就沒有 你變火把了 對 變火把了 可是我這樣假如 像我這樣跟槍沒跟到之後 對不對 我就趕快看後面 然後 那個 回到下一個點位 然後先確定一下 哪邊有人 然後 就變成要再退了 對 然後你確定 優勢OK的時候 我就可以 就是 對 就可以 就可以做一些 所以其實 應該是說 在 狙擊 有這個地板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還是要保有 你移動的機動性 你不能 想說我是一個 不動的砲台 就反而是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一直在當一個跟槍改 喔那其實真的不行 因為 跟槍而不是去 找到壓制的線 像你看我剛剛 如果在這個位置 我的突破效率跟 突破效率跟 牽制效率是最強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 站在這個位置的話 對 我當然也可以像這樣打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一個 水球已經打住了 所以你看我這個槍 是打在水球上面 喔喔喔喔喔 然後就必須要往後退再去 那 我今天站這個地方 肯定是因為要牽制這一塊 所以我才站在這裡 喔就你要打的位置 喔喔喔喔喔 對或是我們會經常就是 發現說敵人有一些 角度切換變化 我要切到這些地方裡面去看 去知道說大概 大概怎麼有人要做什麼事情 那有些從我們自己 也可能會犯這種 就是掉下去的事 嗯 因為這張圖 其實最難點的東西 就是突然有人 從這個地方開始打 喔喔喔喔 對那如果你沒有辦法 給自己一個固定的距離 像這樣去爬的話 螃蟹 終極發射 什麼東西下雨 只要在這邊出現了 你就出百集阿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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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邊快要前線崩盤的時候 就趕快回到這邊來 嗯 這樣才可以 處理像這樣子的位置 還有這個地方 就是可以像這樣子 跳起來處理 喔喔喔 對對對 再來是 萬一有人要爬牆 他這樣爬上來的時候 你看到你也可以 往 就換一個位 馬上 就是有點像是 幫自己留一些後路啦 對幫自己留一些後路在裡面 特別是 像是你站位 站在這個點的時候 這個位置其實很強 因為這個位置可以 這個位置其實也是可以看到那邊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不能看到這個切角 喔喔喔 了解 那 這個時候 我站這個位置就很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把這面牆突起來 對啊 啊 可以再下 喔喔可以往後跑 喔喔 對 喔喔 對對對因為你直線下去的時候 有時候人家會追擊 但你又在貼牆 你就要往後滾 其實你是可以跑掉的 我就可以魷魚這樣登頂 我就可以魷魚登頂之後 我就可以魷魚登頂之後 或者是就是直接游過去然後 然後 往後跑 嗯 就是這樣翻 你看我就可以 就落跑了 就可以這樣這樣逃跑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剛剛家裡這邊路線都有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回到後面之後 然後回到後面之後 重新一撥 重新一撥 你回太快了吧 喔喔 喔喔 你看你把你自己家裡的牆面塗好 一樣 你看我真的就是 我只要把那個牆面這樣塗好 我今天 我今天戰況失利 我這樣翻下來之後 還是可以 就是可以回到這些情況下面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你也是在幫你自己啦 你幫隊友對 喔喔喔喔喔喔 對對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我們這個 最後一個小問題 這個狙擊瞄準剛剛牆壁 需要打 需要瞄打入牆壁的角度嗎 還是瞄牆壁表面上就好 那個這個的話有一個比較 因為之前大家有講說 Hitbox的部分 就是瑞塔 瑞塔你在幫我黏在 這塊牆面 這塊牆面 這塊牆面上 這塊嗎 對對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假如說你看我狙擊這樣瞄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樣子是沒有出現那個 準心的 其實我是看不到的啦 你是看不到的 好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樣子是看不到 你說沒有沒有沒有瞄中準心的 是沒有瞄中準心的 可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 瞄準的輔助系統存在 瞄準的輔助系統就是 它前面有一個 最遠的射程的準心 然後再一個就是 你實際射程出現的準心 那我瞄瑞塔的時候 你看喔 像這樣子 對不對 我這樣打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看不到他準心 我看不到他準心 沒關係你就幫我黏著 所以通常牆壁的切腳要這樣 外 呃 你說雖然沒有準心 但是你還是要 呃 所以你是 正瞄準到 你的線要側著牆面像這樣 對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 接牆面打的話 它判定你是打在牆上 喔 我懂嗎 你說是有一點點距離吧 對不對 你看喔 你看我的線是在外面的 我不是貼 不是不是貼 不是貼 然後這樣打不到東西 因為它是判定你打在線 你打在牆上 應該是說 等於說是你 因為它是 你的花枝是有一個弧形的 喔 我懂你意思 我懂你意思 瞄外側就對了啦 對你偏外側一點的話 你打的就是 他那個他那一條 那一條粗粗的 喔我懂我懂我懂 喔了解 我還是要講 這個對槍其實是下下側 因為你很容易miss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對阿這個機率感覺 這個東西比較像是 有些時候有人沒發現 然後你就像這樣 就是 就是我抓一發 就抓一發啦 對阿對阿 我看到你我可以抓一下 然後砰像這樣子 就是 驅趕 驅趕作用偏多啦 但是擊中就是 對對對對對 就是我可能以為我在蹲 沒有人發現 但就被發現了 其實我已經被發現了 對對對對對 其實但還是像這樣子 你看得到人 知道人家在幹什麼 然後像這樣 你知道人家在幹什麼 然後這樣 這樣子射 然後看到那邊有人 然後這樣子射 然後這樣子射 這樣子還是比較 有實戰效益 而且比較穩定的 所以狙擊槍是卡位 知道敵人做什麼 抓到敵人的位置 然後想對策 然後再去修正自己 要一些東西跟補正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 你狙擊槍KD 就算是很高的情況下 你也能夠起到 第一個牽絲敵人 然後抓到 對阿對阿 沒錯 因為剩下的極限對槍 就是 你自己準頭問題了 對 所以說這個狙擊 真的阿 有些武器真的 重點不是在他的KD上 而是在這個場子裡面 你有沒有做到一些 關鍵的事情吧 沒錯 那剩下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今天你進到順風之後 你想要開始怎麼秀 你只要知道敵人的事物沒有存在的時候 你想怎麼秀都可以秀 你看 我就可以知道可以像這樣打 或者說 知道有人這樣要從這邊進來 從這邊打之後 或者是像這邊牆壁 像這邊還可以秀這種東西 就是 就是像你這樣游過去之後 你說 游滾 像這種這樣 像這種 你想怎麼秀都可以 可是如果都沒打中 就很好笑 就是虧 就是虧 就虧爆啦 但是你就是要知道 你現在是順風還是逆風 這個 阿這個很關鍵 對 那 這個就是 別 來日再講的東西 對對對 這個 不錯不錯 我覺得今天這個大家可以好好吸收 我這邊會把今天你 這個什麼 這一段 我會把它剪出來分享給大家 就是讓狙擊的新手們想要了解一下說 這個東西大概是怎麼樣的 是是是 因為畢竟其實實戰上面來講 我們是 天天練 天天練法 就是天天練打法 天天練這些技巧 然後再來是真的是斷管斷道 對啊 就是我看斷管是家常便飯 真的真的 輸已經是 就是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大家就是 就是有些會很怕破裂管什麼 但我們沒有感覺是因為 本來就是會這樣 就是不夠好 輸乃兵加常 沒錯沒錯 聖敗乃兵加常殺 沒有輸怎麼知道贏呢 是不是 對啊而且 而且依照這個就是我們說心態最後一個部分 你知道系統要整理 但是系統也會整你的對手 沒錯 今天你的對手今天也很強 可是他搞不好也是這局強完之後 狂輸 不然他下一局就不舒服了 沒錯沒錯沒錯 好耶 老師有什麼抓4K的技巧嗎 請接待下一集 我來示範給你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啦今天特別感謝 感謝VC老師 來 感謝感謝 謝謝瑞把 謝謝瑞把 瑞把 瑞把 我是一個成熟的瑞把 這個日本的選手 我打給大家看 我打給大家看 對對對 你打給大家看 對對對 那個 他的名字是Tico 還有一個 還有Pyong賞其實也蠻好看的 對 這個Tico糖 我直接幫大家打在那個聊天室裡面 大家直接複製就好了 直接複製就好了 因為 他就是我 就是Pyong之外另外一個就是真的最頂尖對頂尖的GZ手 我比較喜歡看他的原因是因為Pyong打法很激進很屁孩 可是Tico糖就是 觀念很足 然後知道我這個時候可以做這種操作 這個是那個時候可以做這種操作的那個 對 的玩家 沒錯 另外一個我打的就是Pyong賞的也是狙擊專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沒錯 好 那我今天就先到這邊了 沒問題 感謝辛苦了趕快團練 辛苦辛苦 感謝感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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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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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